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842年 清道光二二 1842年 英國和清澈接觸南極熱量 1842年 在地圖上多了一個地方叫做香港 離機處處 陷阱重重 探險隊1842 誓要尋找事實的真相 我 劉世良 我 張王 我 陳仁啟 我 李嘉雲 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 探險隊終於出發了 1842 探險隊1842 我是暫時充任隊長 大家都認識我 由星期一到星期六都見到我 先介紹一下自己 陳仁啟 造成行 教書 教中文中士 看樣子很像 小弟張王 也是中學老師 我以為你是韓星 不可以這麼說 天堂鳥 我是李嘉雲 也是一個中學老師 也是最熱門的科目 通識科 也是歷史老 也是歷史科 歷史文化科 初中的部分 你的老師是我的同房 是嗎 我的大學同房 我也很尊敬我的老師 老師的同學 也是功夫高手 當然 麥教授 剛剛又有新的發佈會 剛剛才有個 海防 不得了 剛剛之前寫了一本 是講香港的功夫歷史 是 很精彩 很精彩 可能在書局 或者在學校的書展的時候 都會見到這一本 《紫哥為母》 這本書 不得了 其實他也能打得 打得 他經常問我們 要不要切磋一下 他由游到又得 通手度又得 通手度又得 紅拳 紅拳 他說年紀要練紅拳 不得了 我們四個都可以這樣說 都是讀歷史出身的 是啊 你不是中文 你都是讀歷史 我兩邊都有讀的 兩個主修 Double Major 沒錯 沒錯 所以這次也是一個新的陣容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用探險隊 1842這個名字呢 好像是你建議的 探險隊 而是其中一個部分 可能我們下一集都會說到 究竟是1841年開埠 還是1842年開埠 都可以談談的 在哪裡上案呢 我想這些都是應該 很值得大家去探討的事情 如果是上案 就一定是1841的了 到底你是在說事實 還是在說法理依據 現在我們好像是用1842 就是在說法理依據 南京條約 正式生效 是的 簽的 暑假八月 八月多的時候簽的 好了 就由1842年開始探險 究竟有何險可探呢 你就吹到自己這麼大 其實真的很險 又說自己是探險隊 有多險 四條歷史人坐在那裡吹水 在這個年代說 歷史還不是一個探險精神 起碼我都還沒死 探險不一定死 但是現在很敏感 很敏感 很曲折 是的 有些事情 歷史其實就是以前已經發生了 不過現在我們的人 看過去 其實很多時候是各取所需 是吧 有時候 我們找到一些東西 說出來 有些人覺得 他有另一種看法 有時候也挺險的 我覺得 是因為越來越多禁區 特別是看本土歷史 香港史的時候 很容易被人扣帽子 昨天誰 趙家春上來我們節目 他提出物質文化遺產 為什麼不包括港府話呢 每天被陳文雄扣帽子 說他是港獨份子 哦 這樣也可以 保護本 是 他說 為什麼不問許曉輝 民政事務局的副局長 他說為什麼 申報物質文化遺產 非物質文化遺產 不包括廣東話 香港話呢 那就已經被人上方上線了 所以我們做這個節目很危險 小心點說話 有些港大生就去扮英軍 保衛香港 穿了這些軍服 加拿大軍隊 也很感動 也上了左部頭版 幸好 你們每個人都不是 我這件也有點像 我這件也有點像 反而反過來 你會看華爾 其實這個很值得去做 一說到香港的歷史 無論在以往在英治時期也好 到97之後 其實都是一個政治 有些味道 有些工具味道 有限制的味道 歷史背後 如何去解讀詮釋 似乎官府有一套說法 民間有一套說法 世良兄 我們這些真是探險隊 我覺得就是一點都不險 原因就是很簡單 如果要有鬼的 一定會來搞你 如果這個世界沒有鬼的 千萬不要自己嚇自己 我們記不記得 我們讀歷史 通常第一堂 或者是一年級的時候 都會讀史學方法 或者是史學史 通常我們讀過 大部份對史觀學派 就是馬克思主義史觀 都是覺得浪費氣 以結論為先 然後去堆砌史實現 根據那個 階級鬥爭 農民起義一定是對的 五朵紅花 總之要套用到一些理論 原始共產社會 奴階社會 奴階社會 封建社會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我們只要脫離一個既定的史觀 然後 探險隊的意思 就是回到現場 去看看我們考古的精神 其實更接近的是考古 就是掃開一些泥沙 看看掘出來的恐龍骨 是哪一部分的呢 或者看到那個圖詞 那個花紋是什麽的呢 然後聘湊出究竟實況是什麽 我覺得這個是很基本的 我就不贊成很多人 在建構香港史的過程裏面 是以結論為先的 你可以有一個角度 任何歷史都牽涉到一個perspective 就是一個出發點 就是探險隊的出發點 為什麽是142等等 都有一個假設的 但是不可能 就是為了達到某個結論 建立一個香港民族這件事 或者為了建立一個獨立的政治身份 去建構歷史 那些人很多時候就剪裁了 就是先有一個主題 然後再找資料放進去 其實真的不是實事求是 這種態度就像 本末倒置 這種態度是什麽呢 就是我看《有線電影台》 《有線電影台》 就是《有線電影台》 我最喜歡看 因為《玻璃波》是周星馳的 你只要找到那一段 你才看 因為其他東西你沒有興趣 你只是對那一段有興趣 其他的十、二十、三十分鐘 你都不會留意 歷史也是這樣 你只要抽取 我想要的那一段 對 你想取得到結論的那一段 就是滿足自己的論點 所以我覺得找到四位 都有一個好處 第一 你可以不贊成我的觀點 我覺得聽眾 也可以不贊同我們的觀點 我們只是把我們的看法 告訴大家 我覺得真的沒有禁區 原因就是很重在於你的態度 我們叫做看歷史的態度 而不是因為題材本身是禁區 即使我們討論一個本土身份 是沒有禁區的 最重要的是你出發點的態度 你不是先有結論 然後再去堆砌歷史 我們也不是想遊說 聽眾人去接受我們的看法 只是純粹是 大家其實對於身份 都可以有不同的詮釋空間 所以我們一開始 那一開始不說 你也不說 先說最討論的 先說最討論的 最核心的問題 最核心的問題 每一次民意調查出來 共產黨一定大發雷霆 或者內地的傳媒 口誅不伐的 就是所謂香港人的身份 什麼是香港人 這個題目我覺得 你可以很政治地看 可以從民調角度去看 也可以從社會文化人類的角度去看 所以我們盡量回到歷史角度 何謂香港人 首先你先說一下 你覺得香港人是一個什麼概念 香港人這個概念 可以很簡單 也很複雜 最簡單就是 最簡單就是 住在香港的地方 那些人很複雜 那些人很複雜 在這個地方生活的人 不過我想說 現在我們是不是就是 牛頭角人 牛頭角人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現在我都住在香港 在這個地方 你問我是什麼人 我告訴你 譬如你說 陳瑞你是什麼人 我可以跟他說 我是福建人 即你真的 第一個答案是 我一定是福建人 但是我想告訴你 如果我去日本 有一個人 問我 我可能跟他說 我就是 中國人 是吧 很奇怪 我以前有認識一些朋友 我問他 他在佔領運動的時候 熟悉 我問他 你是什麼人 他說我是水上人 都可以 為什麼不行 因為大家都是香港人 都明白 什麼年紀 三十多歲 三十多歲 水上人 正常 我還沒說完 但如果我回到大陸 那些人問我是什麼人 我就會跟他說 我是香港人 即你回到福建 都會跟那些人說 回到福建 我鄉下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 其實他的身份 是很流動的 是吧 我是在福建 來的 所以你在香港問我什麼 我當然是說福建 我鄉下福建 其實 去了外國 人家問你 什麼人 就說中國人 那你回到大陸的話 你跟他說 我是中國人 沒有意思的 其實人家是想知道 你從哪裡來 而且我覺得很多時候 是過度閱讀 過度閱讀 過度從政治去解讀 太過政治人物 以前我們從來都沒有這個概念 不會搞這些 沒有什麼分別 我80年代回到大陸 人家問我 我當然是說香港人 就是這樣簡單 因為我不在內地 很簡單的 很自然的答案 但自從 我經常說政治都是這樣 好像一個有色眼鏡 你一帶了之後 就明明不敏感的東西 都變成很敏感 譬如我回答我是香港人的時候 其實背後沒有任何政治含義 我只是用一種我覺得 最舒服的方法 描述我自己的身份 我也很依靠 看看問我是誰 我身處的場合 因為其實 他在不同的場合裏 某人問你是什麼人的時候 其實是想知道 你的定位是什麼 想了解一下你是什麼 所以剛才我說 如果你回到大陸 那些人問你是什麼人 你說是中國人的話 真的沒有意思 我也是中國人 13億都是中國人 他不會了解你的背景 但你跟他說 我是香港人 那他懶惰不清楚 原來你是香港 南面的東方之珠 城市 其實他才能得到一些資料 這就是一個流動 香港人是一個流動和相對的觀念 沒錯 如果你抽空了 context 只是看政治的部分 你就自己找事情來搞 自尋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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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這些 所謂香港人 誰屬香港人 誰屬中國人的身份討論 就是浪費多少錢 不如認認真真去看看 香港人 構成香港人 其實是一些什麼的來源 沒錯 以及歷史過程是怎樣 我覺得這是最有趣的 沒錯 為什麼呢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段片 那件事是看我們生活裡面的 是的 在我身邊看 每次都還拍招待 味道 那件事 為了 是 百分之 這件事 違法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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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